注意看,这些散发着暗淡红色的烟雾,如同地狱一般恐怖 然而这些恐怖的烟雾,其实正在孕育着太阳的祖先 大约138亿年前,宇宙还是一片黑暗的景象 然而,此时的宇宙中并非一无所有 黑暗之中,潜伏着散发微光的死状烟雾 烟雾四处伸展着触手,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 这张巨大无边的暗红色烟雾,有一个非常逼格的名字 宇宙网 宇宙网是构建宇宙的框架 正是它,演化出宇宙最初的巨大空间结构,纵横交错于整个宇宙 为后世数万亿颗星星的诞生提供养料 宇宙网游相互纠缠的丝状暗物质构成 丝状暗物质相互交错的位置,也就是那些比周围更加明亮的交界点 在那里,第一代恒星即将诞生 大约136亿年前,宇宙将迎来第一个转折点 氢气和氦气,开始悄悄跪入这些烟雾之中 久而久之,在引力作用之下 磁状暗物质交界点的气态星云开始坍塌 紧接着,松散的气态密度变得越来越大 随之而来的,便是温度急剧升高 终于迎来之变,何去变反应被激活了 原本暗淡的烟雾星云之中,开始有了一个格外耀眼的亮点 亮点由原本的红光变成更诡异的蓝光 蓝光越来越大,仿佛能吞噬周围的一切 最终,一颗闪着蓝色火焰的第一代恒星诞生了 这是个庞然大物,它是现在太阳的数百倍 是宇宙历史上出现过最大的恒星 它也在剧烈燃烧,闪耀着诡异的蓝色光芒 然而,它并不像今天的太阳那般温和 东升西落,周而复始,仿佛是永恒一般 蓝色太阳是个狂暴且变化无常的庞然大物 引力不断试图让它向内部坍缩 将恒星中的氢氦元素压缩得越来越紧密 质子被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又释放出能量 产生让恒星向外扩张的力 蓝色太阳为维持平衡,不断地释放着能量 然而,随着恒星质量越来越大 所要释放的能量也越来越多 恒星内物质也消耗得越来越快 这场蓝色太阳的生存之战 最终还是败给了引力 一百万年后,燃料耗尽 蓝色太阳彻底探索 短暂耀眼的一生,结束了